一个暖和的星期六 妈妈从花市买了花苗回来 准备到院子种花 她总说不种花 春天不会来 在院子种花松涂的时候 妈妈听到屋角附近有声音 趴下身子用铲子四处敲 在排水管里发现了一只猫咪 我说猫咪一定是从屋顶上 不小心掉进排水管 卡在转弯口出不来 猫咪才会又饿又累 她的肚子咕噜咕噜叫 妈妈说就跟爸爸那台野狼125的声音 好像 弟弟说那就叫它野狼125吧 我说它那么可爱才不像野狼呢 是野猫125 野猫125开始熟悉家里的每个角落 它最喜欢在右边的窗台上 发呆傻笑 大部分的时候 125都很乖 可是一旦活力来了 我们就叫它大野狼 你好 欢迎收看异想世界 你家有没有养小动物呢 是小猫还是小狗呢 其实在文学史上有很多经典的动物主角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童书里面的动物 很高兴邀请到童书作家 姓嘉惠跟我们讨论这个主题 嘉惠你好 惠玲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看到那本书就是 你的作品叫做 家有一二五 是妈妈捡到了一只小猫 然后家里面就养了这个小猫 嘉惠你创作这个作品 应该跟你自己养小宠物的经验 很有关系 有 我想我的经验 是跟每个小孩子 很多的小孩子都会有的经验 就是他从小就很想要养 一个自己的宠物 属于自己的宠物 可是爸爸妈妈不准这样子 那我自己经历了还蛮多阶段 就是想养 爸爸不让我养 或者我偷偷养 他又把我拿去丢掉或放生 那我就很生气 跟家里起了革命之争 那一直到大学 我才开始真的有 有属于自己的动物 包括猫啊 狗啊 可是也经历了一些 生死离别的痛苦就是了 你的猫跟狗是怎么来的呢 都是流浪 都是捡了 就是捡来的 或人家捡到了 舍不得就问说 有没有人要养 然后我就去认养 就把他带回家了 对 所以他朝夕陪伴着你好多年 对 猫跟狗都是 对啊 猫比较短 猫生病很快就去世 对啊 那狗狗呢 狗狗陪了我十七年 不过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是我妈妈爸爸帮忙照顾 是 等到你回来之后 他还是在家里面等着你 对 他就一直 狗狗很奇怪 其实我离开一年 然后每次回来 他就是如心 他知道我是他的主人 就会很开心 那每次我准备要回英国 在准备行李的时候 他就开始难过 他知道我要走了 他都知道 他都晓得 他晓得 他只要看到我的行李箱 要准备的时候 他就会躲到他最阴暗的角落 就很难过这样子 就是想起就对了 就生气也难过 对啊 所以他在千两年离开你了 离开 对 千两年他离开我 我们全家的人都好难受哦 对啊 到现在我还是很舍不得 不过我妈妈都会说 其实狗狗留 就是活了十七年 其实就人类来讲 已经是手中正寝了 要为他开心 对啊 所以佳慧在这本书里面 有讲到 小猫咪到了 他的家庭里面去之后 跟每一个家庭成员的 互动的相处 其实都很细腻的描绘了 家里面的人 喜不喜欢小动物 喜不喜欢跟小动物 亲近的那个关系 对啊 其实是因为妈妈 她在自己的院子里 然后那个小猫卡在水管里 所以本身那个情节的设定 就是一个母性 你看她看到一个瘦弱的 然后她离开了她的妈妈 卡在那里 生命垂危之际 就是之际呢 你当然是要去拯救她 这是母性的天性自然 那她带回家之后 小孩子很喜欢 这三个人都好喜 好喜欢有一个 这个宠物在家里 猫咪在家里留下来 可是有一个人反对 那个人就是家里最大的 掌握权力 爸爸 我们看到那个会本里面 爸爸就很不开心 就这样插着手 像个皇帝这样子 高高在上 下面的人哀求她 都不行 对不对 他就说这个宠物不应该 养在家里啊 什么的 那可是我就 就用了一个机制 说好吧 表决吧 这个多数 你可以取胜嘛 所以他们就三比一 然后猫咪就留下来了 那其实我比较花很多的这个力气 在描绘的是爸爸 他怎么透过他本来变成弱势 他本来是强势 对不对 可是他变成弱势了 然后弱势之后 他还是有一点放不下身段 所以他都在旁边 默不关心 甚至发脾气 猫咪他弄了他的电脑啊 什么的 就是要赶他走 可是家人怎么样 跟他握拳 然后把他留了下来 到后来年纪大了 这猫咪大了 爸爸甚至要去帮他做一些事情 但是有一天 他终于也走的时候 其实爸爸始终没有跟那只猫 亲近变成朋友 这样子 所以就留下了一个遗憾 对 这只猫在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及 其实我相信 养小动物 都是为一个生命负责任 对 你把一个新的成员 接到家里面来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宠物一定是 活的时间比我们还要短一点 对 那我们就得要有心理准备 养一只猫 你就会送走一只猫 那绘本里面 怎么处理这个主题呢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这本书后面怎么说 一二五最熟悉家里每个人的脾气 他爱跟妈妈撒娇 他常跑到弟弟的书包里 他知道爸爸不喜欢他 有爸爸的地方 一二五都会绕路走 曾经有个台风天 一二五一整晚都没有回家 一家人担心死了 一天 两天 三天 到了第五天 一二五终于回来了 他变得很瘦很瘦 耳朵还破了一个大洞 医生说 大概是和其他猫打架 又没东西吃 不过休养几天就好了 一二五伴随我们好多年 他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可是有一个冬天 他得了感冒 生了场大病 在医院 整整住了一个星期 我和弟弟赶到医院时 一二五已经闭上眼睛 一动也不动了 没有一二五的这些年 妈妈的生活步调变慢了 她到公园时都会带着饲料 要给路边的猫咪 其实妈妈很想念一二五 好 全家都很想念一二五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书合起来 因为要留给大家一个悬疑的结尾 家会在这个结尾的地方特别用心 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吗 其实我觉得创作者就是这样嘛 其实你带进去一些真实的这种生活的感受 至于要给人有一些希望 或者是阅读的惊喜 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铺陈过程 就是爸爸从这个很疏离 然后慢慢接近 那到最后 其实最柔软的会变成是他这样子 他后来就在妈妈四十岁的生日的时候 就送他一只新的小猫咪 反而是爸爸把小猫再接回了家里面 对 一只新的小猫 对 那这个对家庭成员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因为过去最反对猫 对猫最不好的其实是爸爸 对 那我觉得爸爸也在过程当中 学了一些什么 所以就刻意在最后那个书的这个镜头 没有文字 可是大家都读得出来 这个身段最柔软的 趴在地上帮那个小猫剪球 我的就是那个大男人 对 在这个陪伴的这个主题里面 我们有小宠物 家里面会有新的成员进来 当然生命也是会离开 这个一个家庭里面 也会有成员离开这个家庭 所以今天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本书 叫做《亲爱的》 这本书其实还蛮催泪的 我觉得 这又觉得又开心 但是又悬疑 又催泪 悬疑的原因在哪里呢 我觉得我们先留给读者 先让他们跟我们大家一起欣赏 这本书叫做《亲爱的》 妈妈说 我要好好照顾那个人 没办法 他不下来 不说话 我送上去的食物 他偶尔会吃 但如果脸上的胡子和头发 都连起来了 他要吃东西就难了 妈妈说 我要比别人快快长大 春假结束 我就要回学校了 很多功课都还没写 家里很乱 要洗衣服 烧饭 还要照顾 大呆 今天有人送来一只鸽子 我把鸽子和晚餐一起放在阁楼门口 我敲敲门就下楼了 数完三十五级楼梯 都还没听到开门的声音 今天有一只鸽子在地上 一搏一搏地走着 我把他抱起来 他的脚上绑着纸条 我们叫受伤的鸽子多芬 这个 这本书我刚刚说 为什么他很悬疑 就是这个小朋友忙东忙西 忙东忙西 可是都没有看见其他的人出现 然后 是一个很悬疑的绘本 请嘉惠跟我们谈一下这本绘本 叫做《亲爱的》 其实我当时在英国有这个动机 要写这本书的时候 就给自己几个挑战 然后第一个是形式上的 我想要破除一般传统说故事的方式 我希望读者能够更积极地投入 去理解我这个故事 去感受它 那这个是形式上的技巧方面 你要克服这个效果 那再来我想要挑战的就是 我希望能够让在处理生命议题的时候 其实孩子他是有能力面对的 因为过去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孩子可能是一个最瘦小 最没有能力处理的 那大人都要忙着去保护他 去帮他理解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我觉得其实孩子并没有 我们想象中的这么无能为力或脆弱 对所以我想要重新塑造一个 这个家庭他遇到一个 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件的时候 孩子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所以很悬疑的地方在 小朋友一个人忙都忙西 很悬疑的地方在 这个阁楼上的人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然后他胡子也连起来 对 什么脚毛还是什么都要连起来 对他都不下来 然后他就收到歌词 又有飞歌传书看到了一些信 对 对这中间这段过程 其实在绘本里面很 用很细腻的方法告诉我们 其实在阁楼上的是 他的爸爸 对但是他的妈妈 其实生病去世了 可是他妈妈知道 其实爸爸可能在某种 状况下是比孩子更脆弱的 所以他就要他的孩子 那个主角说 你要先好好照顾爸爸 可是我故事当然就不要 一下就收破了 所以我说 妈妈说我要先好好照顾那个人 那个人就是爸爸 对那这样读者就会想 为什么他要先照顾 那个人又是谁 为什么他不吃饭又不说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那这就是 我说的这样读者他就会更主动 积极的去理解 对啊 好然后在这个绘本中间 我们就发现 哦原来爸爸在阁楼里 伤心的没有办法下来 对 然后歌子呢 其实是爸爸 对 想要飞歌传书写信给妈妈 写信给妈妈 他还没有办法完全接受 妈妈已经离去 他觉得妈妈就在某个地方 所以他要跟他讲话 这样子 所以他要透过这个飞歌来传递他的纸条 可是这个歌子一支两支送出去都会因为意外 就那个纸条就会掉到地上 然后被碗 碗豆就是书里面的主角读到 对 所以这个小女孩就会觉得 怎么他叫了歌子 然后这个纸条好像跟他都有某一些关联 他自己也变成一个小侦探 所以后来他离清 那是他的爸爸 他还没有办法舍去他的妈妈 所以才会这样把自己就囚禁在楼上 不吃不喝这样子 所以这个小女孩就用他无比的建议 他不但照顾家里的行程员 也把爸爸带了下来 他怎么把爸爸带下来的呢 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绘本里面 到底怎么说的 好 整个下午我都在厨房忙碌 但我们没忘记 一边工作一边唱歌 然后我赶紧回房间 穿上我最喜欢的洋装 梳头发 假发夹 戴项链 照照妈妈给我的镜子 终于6点15分15秒 楼梯响了 碰碰碰的 我的心也碰碰碰的跳 他的头发和胡子没有连起来 脸上根本没有半根胡子草 这是什么 那是if妈妈在微笑的话 是妈妈最棒最棒的表情 好 其实是这个主角很聪明 他又当小侦探 然后他又去解决问题 他飞哥传说邀请爸爸下来吃饭 对 结果爸爸真的下来了 对他 这个小女孩很勇敢 那事实上他也可以理解爸爸正沉浸在这个最亲密的爱人去世的伤痛里面 所以他知道他被他妈妈赋予这个任务 就是说他先要重整 就是说他要稳定家庭 现在遭遭遭变故的一个灾难 所以他要稳下来 然后之后再想办法把爸爸拉回现实 这样子 在这个绘本里面 我知道嘉惠问了好多的读者 大家的反应 对 男性读者的反应是如何呢 男性是特别有趣的一群 因为过去我的作品里面可能大部分 因为我们台湾最多的读者 亲子读者还是妈妈跟小孩 妈妈读给小朋友听 对 可是这本作品 其实我当时就有照顾到男性 因为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社会里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遇到什么挑战 那个男人都是要被要求最坚强的那一个 不能倒 你是男主汉这样 对 有泪不清谈之类的 那我就觉得这样对他们其实是不公平的 在人群的角度上也不应该这样 所以我就试图要让这个情况能够平衡一点 所以我就让爸爸担任这个角色 上楼去悲伤 静情的去悲伤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收到读者的这个回复 我有收到我的这个实验成果 就是我收到很多的爸爸告诉我说 他们看完书没想到他是在处理死亡 没想到爸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没想到他的孩子读完没事了 可是他却要躲到角落里去 大大的哭一场这样子 对 我收到很多的爸爸这样回复 我觉得很有趣 一方面他也证实了我当时的这个假设 我希望能够释放一些 在台湾男性社会里扮演的角色 对 那一方面也证实了 其实男性他有很温柔 很柔情的一面 他也会受到绘本这样的故事 感动这样 对 而且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你特别设计像爸爸写的 那个飞鸽传书里面那个纸条 是很深情的 对 是尽情抒发他的心里面的压力 心里面的那个感伤跟舍不得 对对对 其实那个部分 有点大人的层次 我想大人读会更有感觉 没错 不过就像小孩子 我们一般的小孩子也大量接收很多大人的语会 他们也试图在理解大人的情感是什么 对啊 好 其实我自己昨天在看这本 加油一二五跟这本亲爱的时候 对 我哭点很低 然后我又忍不住就有一点那个感伤了起来 但是我相信嘉惠刚刚说的这些读者的反应是非常内心的 对对 其实我当时在英国写完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大概花了两个小时 从头到尾写完 我发现等我回神 我的键盘前面都是水 对 我自己也很为里面的故事难过 对 不舍 想到你的小狗小猫 其实也 想到家人了 其实光为里面的小主角我就够难过了 很心疼 这么的成熟 健康 对啊 今天非常谢谢新嘉惠来跟我们分享这两本好温暖的书 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再跟你分享更多精彩的绘本 好 谢谢 谢谢 意想世界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